高雄登革热疫情扩散 台中市也上井发条全面防疫 台中市长卢秀恩指出 近来台湾都受到登革热 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此已经动用2000多万元的 市长第二预备金来提早防疫 而幸好目前为止 台中市登革热的案例 也都是境外移入 不过还是要呼吁民众 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台中市今年已经有35例 登革热境外移入的病例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而市长卢秀燕出席活动时表示 已经动用市长第二预备金 2000多万元防疫 幸好目前仅有境外移入的病例 尚未有本土病例传出 因为台湾这几年 每年都受到登革热 非常严峻的挑战 去年前年我们的情况 也都还有点严重 不过今年因为我们预算下的早 而且我们防治提早 那么包括我自己的预备金 那我一上任 那我就拍板定案 我们大概提拨了2000多万的预备金 所以很幸运到现在 将近7月底了 那我们目前都还是境外移入 那本土还没有案例 今年7月有三名大学生 到柬埔寨当志工 感染登革热后回国发病 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为防范登革热台中市不敢大意 3月底开始环保局和卫生局就动员 除了展开社区防疫工作 市长也呼吁市民要有自觉性 登革热这个事情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没有并不表示 接下来下半年度也不会发生 也因此呢 我们现在是战战兢兢 我们在防疫工作上 我们全面动起来 那我们已经防堵了 防治了大概7个月左右 那我们希望继续努力 为了预防登革热 近期环保局已经展开 第二梯次的喷咬工作 可良近期午后常有雷震雨 市府也提醒民众要巡检 和清理户外积水容器 降低登革热风险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